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超级大主部 作者 浪高三尺三 由大斌为您播讲 李明阳哪怕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听到这句话还是有些懵啊 疯了 这不是疯的是什么呀 四十个亿啊 哪怕对唐大富来讲一次性拿出四十个亿来 那也得肉疼啊 尤其是李明阳始终觉着李高楼也是个骗子 或许唯一的区别就是他的骗术更加高明 李明阳咽了口唾沫 忍不住想再确认一下 呃 唐总 您真要见他 唐大富靠向椅子 没错 就明天吧 约好了之后 我要跟他谈一谈 李明阳张着嘴无话可说 只能点头答应 随后李明阳从这儿离开 唐大富则是沉思了足足十分钟之后 拨通了一个电话 安浩 我是唐大富 如果说李高楼听到唐大富的这个电话 一定会被吓到 因为安浩这个人 跟小李同学之间还真有着很深的渊源 当初最开始 指使七枝梅盗取李高楼冥王钥匙的人 就是安浩 再到之后东海之行 游乐场诸多事情的幕后策划者 甚至当时杀手榜的冰狼 都是被安浩所控制 他的真实身份更非同一般 哪怕是那个时候的李高楼 也仅仅知道他属于蜘蛛碗公司的高层 安浩那边显得非常意外 他没想到唐大富会选择联系他 你给我打电话 还真是有意思 李高楼的资料 为什么我没办法全部调取啊 唐大富可没心情和时间 跟安浩多扯那些什么 他直接就问 他的这句话 更是无形中透露出 另外一条非常重要的消息 唐大富有着另外一个 不为人知的身份 他同样隶属于蜘蛛碗公司 只不过知道的人非常少 也只有安浩这个级别的人物 或许才能知道这件事 毕竟唐大富的身份太过特殊 如果在华夏选出最有钱的五个人 这里边一定会有唐大富一个 而这样一个人 暗中属于蜘蛛碗公司 如果这消息泄露出去 可想而知会造成什么样的轰动 安浩本来还带着笑意的声音 听到这个名字 李高楼 你跟他起了冲突 唐大富眉头一皱 什么意思 他平时很少过问蜘蛛碗公司的事 如果不是利益去世 更不会选择加入这样一个 全球来讲都特别神秘的情报机构 因此李高楼做过一些什么事 又是在蜘蛛碗公司有着什么样的影响 他全然不了解 安浩沉默了一下 给了唐大富一个答案 李高楼是个很特殊的人物 他的资料被上面的人锁了 现在我也无法查阅 事实就是如此 提起这件事 安浩也想不明白 明明之前那李高楼的资料 还是有权查阅 但是几个月之前 突然他就没权限了 这种情况 只能表明在安浩的更上面 蜘蛛碗公司 真正意义上的某个决策人 把李高楼的资料 亲自给锁了 这回唐大富也吓一跳 是谁啊 蜘蛛碗公司 真正的庞然大悟 他的势力触角 深入了全球几乎每一个地方 这种情况 能够成为决策者 简直是难于登天 想他唐大富在华下 不说富可敌国 也可以说是富甲一方 却依旧距离人家决策者 有很远的距离 可是现在 李高楼居然会认识 某个决策者 并且愿意替他锁了资料 实在是无法想象 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吧 我总觉得李高楼 会引起公司的一场大震动 在这之前 别轻举妄动 安昊最后 给唐大富留下一句忠告 再不多言 唐大富自己啊 也重新有了打算 电话就这么挂了 第二天太阳升起的时候 状元路非常热闹 林寒的饭馆今天开业 如此重要的日子 偏偏谁都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就在林寒这家饭馆的对面 同时有另一家饭馆开业了 而且声势非常好大 一大早揭开了牌匾 来了乐队 铺上红地毯 完全把林寒这边给压下去了 这种事傻子都看得出来 这两家饭馆之间绝对有什么恩怨 否则的话 怎么可能选择同一天开业呢 然而林寒就站在门口 看着街边一辆街一辆的豪车 把那路堵得严严实实 却一点都想不起来 自己什么时候得罪别人了呀 从头到尾 这家饭馆都是林寒 一手看着办起来的 在如此漫长的过程里 他丝毫没注意到 对面居然同样有人 打算开家饭馆 尤其是今天这一大早 突然之间人家大张旗鼓 声势浩荡 让林寒感觉这饭馆是从天而降的呀 几个服务生这会儿也站在林寒旁边 一脸怒气的看着对面 老板 咱们怎么办 他们这也太过分了 明显是有备而来 你这样下去 咱们还没开张呢就完了呀 人家搞得实在太大了 林寒本身他就不认识什么人 更何况他自己只想好好开一家餐馆 没考虑那些个虚头巴脑的 自己这边就两个花篮 你再瞧瞧人家那边 瞧着林寒不说话 旁边又有服声说 老板 要不咱们现在也开业吧 别再等了 我认识几个朋友 是搞乐队的 我让他们赶紧过来 林寒摇了摇头 那双大眼睛眨了眨 整个人非常平静 没事的 他们开他们的 咱们开咱们的 等我朋友到了之后 咱再开张 说完 林寒也不再理会他们 至于他说的朋友 实际上就一个人 就是李高楼 经历了林家所有起起落落 再到现如今自己右腿残疾 林寒的心路历程究竟有多复杂 或许别人无法理解 因此 他的心性啊 被魔力的看淡了很多 然而他这话刚说完 旁边几个服务生 即便喊了起来 快看快看 石为天的老总 王开复啊 他居然也来了 林寒眼神微凝 王开复这人 或许知道的人不是很多 但石为天可不一样 全国餐饮业位列前三家的存在 在京市有堪称垄断的地位 谁能想到 他居然也跑到对面这家饭馆来道贺 那这其中透露出来的东西可不太寻常啊 结果紧接着 王开复后边另外一辆豪车又有人下来了 周燕文 地产大商啊 周燕文的实力和地位跟王开复差不多 难怪啊周围这些服务生如此惊骇 然而接下来跟在这两个人后边 一辆接一辆的豪车 从里边啊 出来的人物一个比一个牛逼啊 要么是成功的企业家 要么是商人 要么是政府的头头脑脑 本来对面饭馆开业如此盛大的振势 已经让很多人为之策目 现在啊 从王开复他们一现身 直接把气氛推向了巅峰了 这些人都很熟络的打着招呼 身后的属下提着礼品花篮 周围站满了人 甚至啊 都有些拥挤 很多人呢 挤破头都想去前面看看 到底是怎么回事 而相比之下 林涵这边冷冷清清 七七惨惨 除了几个服务生 再加上林涵 一个人都没有 也就这个时候 对面那家饭店的神秘老板出现了 哎呀 几位叔叔 你们怎么都亲自来了 没有出门迎接 实在对不起啊 别走ki啊 肯定最爱b Still 咳嗦 啷 伤期自为